今天台灣附近水氣還是比較多 雲量也比較多一些 今天封面還是在台灣附近 不過整體結構都已經相對弱了許多 主要是在中部的山區跟北部地區 會有一些較明顯的降雨 下一波封面影響的時間 主要是週一晚到週二的清晨 在封面逐漸漸往南壓的過程當中 整個西半部地區可以看到降雨是非常的明顯 甚至會有短延時的強降雨跟局部大雨的出現 再來就是我們比較關注的 目前的第三號熱愛性D7RO 目前是位於鵝鵝鼻在東南方 在3500公里的海面上 在看目前的結構跟發展情況來看的話 是今天晚上就可能會有機會形成 我們第二號的輕度颱風 而且它距離台灣的地理位置跟時間 甚至要影響台灣的時間都還是非常遙遠 在一週之後 所以建議都還是要持續的觀察 其他焦點來看國中教育會考 今天開始登場為期兩天 今年呢總共有19.8萬